我们现在在蔡平阳老师美食馆这边 要来请教我们蔡平阳老师来讲一讲 我们李明德老师他精彩的故事 来 我们请蔡老师跟我们分享 李明德是我们高师大的同班同学 在学校的时候他的英文就很棒了 会话能力也很强 他都可以跟美国的那些老师们对话 就很流利的对话 那后来他到了社会上的时候 他又继续地自修 当然程度就更好了 有一次他从台北到花莲来找我玩 我就带他到泰鲁阁国家公园去旅游 看到泰鲁阁国家公园有那个大峡谷 有轰隆轰隆的那个水像冲下来 在大峡谷里面就轰隆轰的回响 非常的精彩这样子 是 那么李明德他跟我讲 他说他现在在一个英文补习班上课 在上当老师 英文补习班 这个英文补习班是什么班呢 我听了吓了一跳 是一个专门考外交官的一个英文补习班 也就是说他的学生 通通都是各大学什么台大外文系毕业的 甚至于是研究所毕业 要考外交官的 那么外交官里面有一官就是 英文考试特别重要 所以他就是那个英文班的老师 去教他们英文的 是 那你想想看 台大外文系甚至研究所的学生的程度 已经是很棒了 嗯 那么李明德还可以当他们的老师 那可见李明德的英文程度 那当然是更更棒了 没有错 那么我就讲说他到花莲来玩的时候 我就带他到泰鲁国国家公园 听了那个轰轰轰轰的这个水的声音 还有那个雷厉的大峡谷 我就问李明德 我说明德兄啊 你看泰鲁国国家公园的这个大峡谷 跟美国的Great Canyon大峡谷有什么不同 都是大峡谷 都是大峡谷 他也答不出什么不同 我就说了 我说我所知道 因为我住在花莲 我就住在这个大峡谷的旁边 我常常到大峡谷来玩 我观察到这个大峡谷 我就说 我说泰鲁国国家公园这个大峡谷 他是一个活的 什么叫活的 就是说他随时一直都在改变他自己 因为他有水 很多的大水 强烈的水冲刷下来 因此就会把这个大峡谷 一直在冲刷 一直在通刷 所以大峡谷就一直在改变 它的形状一直在改变 比如说沙子被冲刷就冲刷 把刷子冲走了 有时候水比较小 沙子就会沉积起来了 大水又把刷子冲走了 那么这个大峡谷有做那个峡谷的那个墙壁 有时候会有灰尘 大水一来一冲就把峡谷冲得很干净 就是说它是活的 它一直在改变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走在大峡谷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听到水冲的轰隆轰隆的声音 就好像生历其境 生活在大峡谷之中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说大峡谷本身是活的 因为它一直在改变 从今天我们就可以感到它一直在改变 那也就是说几千万年以来 它一直在改变 我就跟他讲 他就说哦 那这样子我会把这一个 当做一个问题 我哪回去教我的补习班的学生 我就要问我的补习班的学生说 请问你们大峡谷跟泰国国家的峡谷 有什么不同 而且要用英文回答 因为他们口试的时候有一个机制问答 考外教官里面有一个口试的机制问答 你要马上就用流利的英语 把这个不同的地方讲出来 所以他就把这个当成一个题目 去问他的同学了 结果他的同学 他的学生就讲了一大堆很多的很好听的 很好的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都没有我所讲的 泰鲁国国家公演还是活的 比如说他们讲说维度不同啊 大小不同啊 或者是深度不同啊 颜色不同啊 什么什么就讲了很多这样 结果李明德最后就讲了一个标准答案说 其实最大的不同就是 泰鲁国国家公演的小谷是活的 他还在改变他自己 那么大小谷是已经定了 他已经不会再继续的改变了 说这就是他的不同 所以他就把这个带回去 当做他们跟学生上课的一个题目 我就觉得这个蛮好的 蛮有意思的 很感谢我们蔡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故事很精彩 谢谢